储蓄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做的事 由古至今不论是塞墙份还是藏粮仓存钱庄银行 目的都是想将自己辛苦赚的钱存储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而在古代战乱频发的时代 人们是怎样储蓄的呢 明代有一个商人 他将巨额银票暗藏在破散的散顶中回家 奇料途中破散被偷 而他用一招就让小偷主动归还 那么这个商人为什么要将银票藏入破散中 故事还是要从靖南之义中谈起了 一 明太祖魏国立藩王建文帝薛藩惹靖南 因370年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室统治力量 先后将其宗室内的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子 分封到全国各个军事要地 当藩王阵守国土守国书边 出于对自己子孙的信任 朱元璋只想到了好处 一是能够加强全国的防控管理 二是可以平凡皇室保卫中央政权 但是弊端在今天看来却是肉眼可见的 朱藩王天高皇帝远 大可在自己的封地培养人才和发展势力 这也就为日后的靖南之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1392年 朱元璋最喜欢的儿子朱彪并逝 朱元璋悲痛之余 立其孙朱允闻为处 这就引起了一直在外 辛苦守国书边的黄四子朱棣的不满 朱元璋驾崩后 朱允闻登基 此时 各地藩王经过多年 发展在各处 已经有很大权势 为了坐稳江山 朱允闻在其心腹黄子称的建议下 开始大肆学藩 学藩加速激化了朝廷与藩王之间的关系 为保姓名 藩王们与朝廷开始决裂 1399年 黄四子朱棣 在与建文帝朱允闻的斗争角逐中彻底失去耐心 他以清军策 靖国南为由 挥石南下 起兵反抗 使称靖南之意 以为平定祸乱 扫除奸臣 主帝大军进入南京后 黄子成 方孝如等人相继被杀 南京百姓也变买家产 四散奔逃 终日惶惶不安 二 商人逃命变买家产 一把破散暗藏寻击 在这些百姓里 有这么一个商人 早年间背井离乡来到南京做生意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 终于在成为最繁华的地段 有了自己的一间小铺子 铺子中琳琅满目 全是生活所需的杂货 原本 商人打算再过两年 就将乡下的妻儿 接到南京来跟自己一起相复 其料遇到靖南之意 不仅合家团圆的愿望落了空 眼看铺面生意也受到影响 一日比一日难以经营维持 为了活命保本 在经过几个不眠之夜后 商人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打拼的事业 卖了铺子回家 说干就干 想通后的第二日 天刚蒙蒙亮 商人便起了床 他找了块深蓝的布子 便开始为自己打点行囊 几身换洗的衣服 几块抗干的饼子 便是商人的一切 早在之前几晚 商人便思量周全了一切 铺子肯定是带不走了 直接卖了了事 里边的杂货也一并贱卖了 换成银票带回家 岂不稳妥 只不过 这兑现的票子揣在身上 实在是不安全 如今战火纷飞 各类蛇虫鼠已趁机游走于世面 倘若真的把银票揣在身上行走 恐怕还没出南京城 人和票子已经相互分离 各在一方了 在当时 可没有说在南京钱庄存钱 再回老家钱庄兑现的道理 除非钱庄老板在自己老家开分好 否则 商人叹口气 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此时天以大名 商人来到扑面 打亮着琳琅满目的货物 目光落在了一排排马 放整齐的油纸伞上 只见他大不留心走向伞柜 从中抽出一把顶漂亮 促心的油纸伞 撑开又合上 合上又撑开 来回数次后 商人将目光落在了伞柄上 早年间 商人刚到南京城时 便是靠给人修伞做伞维持生计 直到攒够了第一桶金 便开了这间杂货铺子 经营铺子期间 由于卖伞 自然也兼顾着修伞的售后 因此 做伞的手艺倒不曾生疏 只见商人熟练地 拆下手中油纸伞的伞柄 一番折腾后 一个空心的伞柄便诞生了 随后 商人拿出剪刀 将促心的油纸伞 剪得破破烂烂 还扔在地上踩了踩 这样 原本一把促心的油纸伞 便在商人的刻意改造下 变得破破烂烂了 做完了一切 商人特意回到卧房 重新打点了包裹 如法刨制地 将几身换洗衣服 弄皱剪烂 只在最下边一层 放上了一套新衣服后 便转身出了铺面 弹生一曲了 几经周折下来 铺子和杂火 终于被键卖 商人拿着一卷银票 心中无味杂陈 他缓缓地扭开散饼 一个特制的凹槽露了出来 商人将银票 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关上散饼后 他又用江湖 将散饼封了个严严实实 从外边看不出任何蹊跷 才换了破衣烂衫 弄散了头发 背着包裹 连夜逃出城去了 三 安逸小镇破散被偷 绝望之余 心生计谋 一路上 如他一般逃难的人 逼逼皆是 商人与大伙一起 风餐露宿 累了拿油纸伞当拐棍 困了拿油纸伞当枕头 一路下来 邪魔破了 包袱被抢了 而油纸伞却 始终被商人紧紧攥在手里 越远离南京城 日子便越好过起来 经过多日的跋山涉水 商人终于走到了 离家不远的一处太平小镇 这小镇虽不如南京城繁华 却倒也安静相和 风尘仆仆的商人 决定在小镇里 找个客栈住下 好好收拾一番后 一紧还乡 淳朴的小镇店家 并没有因为商人衣衫的埋台 拒绝商人 而是依着其要求 为商人安排了一间 还算舒适的客房 客房中 商人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奔波数月后的头一次 酒足饭饱 让商人放下了戒心 竟然忘了 将油脂散枕在头下 便沉沉睡去 当鸡鸣五更时 商人终于醒了酒 习惯性地摸摸头下的油脂散时 才骤然一惊 头下竟然空空如也 原本还有些懒散的商人 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不顾几杯冷汗层层 双手在床上 床下乱摸起来 片刻过后 商人颓然地倚靠在床脚 双手抱头 禁不住地痛哭流涕 他的装有巨额银票的油脂散丢了 宛如晴天霹雳 商人一时失去了理智 直到店小二敲门问是否需要用水 商人才一跃从地上弹起 他开门询问店小二 是否见到有人出入他的房间 拿走了自己的油脂散 店小二被商人吓了一大跳 好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客户丢了东西 店小二急忙告知了老掌柜 在老掌柜的带领下 全店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商人的油脂散 老掌柜陪笑 先生的油脂散既然是在小店丢失的 便由小店来赔偿先生的损失 商人望着一脸诚恳的老掌柜摇摇手 欲语害羞 老掌柜哪里知道 商人丢的不是一把普通的油脂散 而是他多年的心情付出 承载了一家人希望的巨额油脂散 但是商人不能说 说了怕是这散便再也找不回来了 失魂落魄般的 商人回到了客房 木然地坐在窗塔之上 不知什么时候 窗外稀稀利利下起了小雨 期间客栈火机几次前来询问商人 是否需要准备膳食 均被以沉默回之 天渐渐暗了下来 楼下传来店小二的吆喝声 忽然在杂乱的声音中 传来一个清晰红亮的声音 我说小二 你们这有没有修散的地方 哎哟客观 这个没有 咱这阵子小 您明天雨停了 戳了阵子 像南梁里有个修散的铺子 此刻 商人暗淡的眼神逐渐明亮起来 他疼的一声从床上站起 表情欣喜若狂 对了 商人砸着拳头 散 修散 一个找回破散的计划涌上心头 四 重操就业寻找破散 已就换心失而复得 重新整理了衣巾 商人到楼下 静止来到柜台前 老掌柜虽然不理解 商人为什么会如此在意一把破散 但是散 毕竟是在自己店里丢的 所以依旧心怀歉意 见商人过来 老掌柜主动迎上前来 商人道 老掌柜 向你打听一件事 附近可有无空房 这倒没有 老掌柜不明其意 却仍旧如实回答 商人拱拱手 我本是个羞散的手艺人 京城战乱 才奔逃于此 那散源是我过世多年的母亲所赠 见散如见母 故而失魂落魄 让你见笑 老掌柜连连摆手 知道原委的他连连称赞 商人是个大孝子 只见商人继续道 既然母亲赠予的散丢了 那就证明天意让我留在此地 我准备重操就业 继续做我的羞散营生 劳烦老掌柜给物色个铺面 老掌柜屡屡屡须 咱这阵子小 好的铺面一时还难找 如果先生不嫌弃 不妨继续住在我家 老朽给先生免去部分房费 以表老朽赔罪之心 就这样 二人你来我往 最终敲定商人继续住在客栈 白日里 他上街吆喝羞散 等找到合适的铺子再搬走 商人的眼光是独到的 小镇因为小 故而镇上没有羞散家 修散要跑老远 但谁也没那闲工夫 为了一把破散大老远跑去 因此家家都有破散要修理 商人一吆喝 闻声而来的人便络绎不绝 商人接过一把又一把的破散 仔细别人修理着 竟然没有一把是自己的破散 时间一天天过去 商人的心情越来越着急 每晚休息时 他都梦到散被小偷带出了镇子 丢到别处去了 一日 商人正在修散 边修边想自己的破散 忽然 一个念头从商人脑中划过 这小偷怎么会舍得花钱 来修理一把破散呢 这个修散的法子 怕是行不通啊 顿悟后的商人 停下了手中的活迹 坐在凳子上 灵死窟响起来 约莫几盏茶的功夫 商人眼睛一亮 妙计涌上心头 第二天一大早 商人就出镇 买了很多漂亮的优质伞 直到天黑才回到客栈 别人好奇问他买这么多伞做什么 他也不躲藏 大大方方地说 白送 白送 这引起了客栈里一干人的兴趣 商人知道这是打广告宣传的好时机 便对众人说 为了回馈广大友邻 对我这个外乡人的厚爱 我特意推出旧伞 破伞换新伞的活动 只要家里有旧伞 破伞 就可以拿来到我这 换一把促心的好伞 活动时间仅限三天啊 早来早得 晚来不得 此言一出 客栈的一片哗然 有笑他傻的 有觉得他开玩笑的 还有拿着随身的破伞 跃跃于世的 商人不达 只是顺手接过一个 大黄牙递过来的旧伞 看了几看后 他将破伞放好 随手从自己的货物中 抽出一把新伞 递给了大黄牙 还不忘叮嘱一句 劳烦宣传 啥时间 店内安静了 几秒后 除了再次住店的外地人 本地人全都跑回家拿伞去了 就这样 小镇旧伞换新伞的事 传得老远 连隔壁镇子的居民 都拿着伞来换 商人不再修伞了 拿着仅剩的钱 继续开始了 购伞换伞招伞的 赔本营生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屋子里堆满了旧伞 却仍旧不见 他自己的那把旧伞 就在商人即将绝望的时候 一个甘瘦的三脚岩小个男人 扣向了商人的房门 小个子腋下夹着一把旧伞 一进屋就询问 是你这旧伞换新伞吗 商人答 是的 小个子表现得漫不经心 眼睛却不断地 瞟着屋中的破伞堆 随即将伞递给商人说道 换一把 疲累一天的商人接过伞 装作漫不经心地颠了颠 顿时整个人都精神了 手上的那把破伞 正是自己心心念念寻找的伞 商人极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悄悄地缓缓地 做了几个深呼吸后 将破伞扔到了旧伞堆里 从新伞中拿了一把 递给小个子男人 小个子男人嘴角上翘 结果商人手中的伞后 横着小圈走了出去 商人关好房门 再也难掩激动 凿开了伞柄 终于看到了自己 日思夜下的巨额银票 就这样 商人用自己的智慧 找回了丢失的巨额财富 第二天一大早 商人便洁清了电钱 带着重新装好的旧伞回家了 所谓天助自助者 怕失也就是这个道理 遇见困难 不轻易放弃 努力寻找解决的方式 实行总会向好的一面发展的